塞古鲁坛在灵性道路上 期望与信任的作用 对于那些每日进行灵性休息 希望有所进展的人 他们时常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练习 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希望我所有的灵性休息 能够带来好的成果 塞古鲁说 你怀着一个希望 希望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做这一切 哪里有希望 哪里就伴随着恐惧 恐惧着是否会发生那个结果 当你希望并期待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恐惧和沮丧就随之而来 换个角度看 希望就是一种期待 如果一个人没有希望 他才是真正有福的 因为他没有对失败的恐惧 这种人完全没有害怕失去的恐惧 一个人怎么能不怀有希望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的人生一直都是这样的 不管让你做什么事 你要么需要被吸引劝诱 要么需要被强迫驱使 如果有某人或某事在逼迫着你 那总是痛苦的 如果是希望在推动着你 那你就会抱着对快乐和成果的期待 继续前行 但只要有希望 就一定会伴随着对于希望破灭的恐惧 灵修的本质就是 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但如果它是基于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什么 它就有其局限性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愚蠢的仆人的故事 有一天 主人要他去买面粉和盐 并严格告诫他 不要把这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 他拿了个袋子 来到卖面粉的商店 把面粉装满在袋子里 然后他问老板要盐 他不知道用什么去装盐 只是记得主人告诉过他 不要把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 所以他把袋子翻了个面 把盐装了进去 这样一来 面粉就都撒了出去 他把盐带回去给主人 主人问他 好 这是盐 那面粉在哪里 仆人于是又把袋子翻个面 然后盐又都撒了出来 希望和恐惧就是这样 当你怀着希望开始做某件事 无论结果是否发生 你都失败了 因为最终的满足感 总是会低于你的希望值 理想与现实发生的 从来不会对等 梦想总是更加丰富多彩 又生动 理想总是掠去了所有的问题 以及你需要付出的代价 你可以只是梦想着 无需付出 但当它开始实现时 代价就会随之而来 所以就只是去喜悦地做你的灵修练习 不带有对于实现的希望 或对于实现不了的恐惧 将灵修练习当作一种奉献 强烈地投入进去 但不抱以希望 一个人如何能强烈地投入工作 而不抱以任何希望 只有当你真正爱的时候 一般来说 你所谓的爱 只不过是某种希望罢了 但是 当你真正爱的时候 你为爱所做的任何事 都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你奉献出自己 那也是不够的 这是相当无可救药的 但同时又是非常强烈 还应该有信任 而如果没有爱 就不会有信任 当我说信任时 我不是在谈论忠诚 如果有人要的是忠诚 那么那个地方 或是那个人 就没有任何灵性可言 因为一个有灵性的人 是不需要忠诚的 要能存在于此 你的每一口吸入 每一口呼出 需要信任 但是 你在无意识地 做着这件事 学着有意识地 充满爱地去做吧 不只是灵修之路上 有信任的问题 在这个星球上生活 你都需要信任 事实上 你舒适地做着 这就是一份信任 因为你知道 曾经有地表裂开 跟使人类的意外发生过 有来自天上的碎片 掉到人们身上 把他们砸死的意外 发生过 曾几何时 有过这样的情况 人们吸入的空气 都与他们作对 这个圆形星球 在以惊人的速度 自转和公转 而整个的太阳系 和银河系 则在以我们未知的速度行进 假如地球母亲 突然决定 要开始反向旋转 也许你立刻就会 从你现在坐着的地方 飞出去了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的一做 一笑 一听 一语 你都需要信任 巨大的信任 信任并不是生活中的 什么新东西 要存在于此 你的每一口吸入 每一口呼出 都需要信任 但是你在无意识地 做着这件事 学着有意识地 充满爱的去做吧 你也认为我 没关系 你怎么应对你 找到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一般 有趣的 我可以帮你 我你就会帮我 有趣的 你